文化资产保存的议题 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跟重视 文化部文资局为了收集场观学界跟艺文人士的意见 2018年5月到8月3个月的期间 从台中市文资园区开始起跑 分别在全台湾12个不同县市 举办12场全国文化资产分区论坛会议 有政府相关单位跟民众超过1600人参加 2018年9月1号上午 并且在台北市福华国际文教会馆二楼 举办全国大会跟规划文化资产跨域治理座谈 文化部长郑立军在开幕致辞表示 全国文资会议以公民参与 专业论述行政实务的核心价值 促进有形无形水下文化资产跟总论四大议题 希望带动全民的参与跟重视 我们全国文化资产会议 其实是累积了两年以来 我上任之后听取各界建议 我们希望在这里汇聚共事 我们希望达成部部都是文化部 局局都是文化局 没有人是局外人 因为文化保存是从中央各部会到地方政府 一直到民间每个个人 我们都应该来建立文化保存的观念 郑立军部长也强调 这次全国大会有澎湖台南高雄台北等县市文化首长 跟台电公司国防部财政部等单位参加 提出执行现况 未来希望共同合作落实推动 作为启动修法的参考 文资局长施国荣也表示 从文化资产的价值判断到普查 审议修复机制都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而文资人才传承 素质提升 教育推广跟人民参与 也是将来重要的目标 刚刚部长所提到了各方的人士包括民间的团体 包括中央各部会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 怎么一起来保存文化资产的工作 那其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文化资产保存是观念 那文资法是底线 台湾已经迈入多元化社会产生各种文化资产保存问题 文资局将来会持续进行各项具体政策 回应各界对于文资保存的期望 目前台中市的文创园区也改成文资园区 文资局要有点、线、面的连结 凝聚台湾文化资产保存的丰富能量 传承给下一代 让台湾文化在海内外发光发亮 发扬光大 记者陈文旭、杨静、吴一柔台中台北连线报导